很多房东租房子也很怕租到奥客 有一个女房东她就很气她的房客 长期欠租金不还 结果就在房客的门板写下了 欠租金不要连等字样 希望她赶快缴钱 不过反而被房客一状告上了法院 把自宅化作套房分租 却没想到遇到房客长期欠租 女房东在房客门上写下 欠租金不要连等字句催租 门板上还留有本笔痕迹 98年的4月就来了 她来的时候只有缴个地金500块 5月份的时候付个押金1万块 然后有付大概一两期的房租 房客欠租是事实 但女房东的言辞却被房客控告公然侮辱 一审检疫庭判决女房东拘役20天 得一颗罚金2万块 实在气不过 女房东再提上诉向法官表示 房客去年4月入住 租金不按月缴交 一年结算共欠租6万9千块 法院认定 女房东虽然涉及公然侮辱 但情有可原 判处免刑上诉成功 那她公安会搬死 因为其他搬到到现在都没搬 她现在还住啊 女房东家属表示 双方诉讼期也曾透过调解方式 要房客归还房屋 但迟迟等不到对方回应 如今公权力将介入正企租屋纠纷 22号执行处将会同警方协助房东清空房屋 民事新闻区间 你求少阳退报道 好 好 谢谢